弟兄姐妹 早安 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是要讲到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4章22到23节 这里说到 夜里是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 是个鬼怪 更害怕 就喊叫起来了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的话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了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见当时风神大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说 你这小心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五品鳄鱼的神迹结束了之后 可以想象当时那些群众的心态是什么样呢 他们都说 哇 这人很厉害的 很棒的 随便一变就使我们五千个人吃得饱饱的 他们自然而然就要跟随耶稣了 很想立他为王 主就在这个时候就离开了这些人的会众 这些人不要跟随他 他不想在会众的群众的呼喊声大中大大里面 所以他就想上到这个山上去 好好的来祷告 那么耶稣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 他无时无处都借着祷告与上帝亲近的 特别是在行完了一个大事迹之后 大神迹之后 奇妙的事之后 耶稣必定会如此做 按照人的本性呢 容易在成功之后呢 战战之喜的 但耶稣反而他立刻的谦卑下来 到父神的面前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其实一切的能力啊 智慧啊 丰富啊 都是从神而来的 不是吗 耶稣在这里呢 他就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榜样 主耶稣祷告完了之后呢 看见门徒在这个船上摇鲁划船 划得很辛苦 他就从海上走到门徒那里去 这是主耶稣神性里头 他一般的做法 这是非常自然的一种回应 因为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的时候 以为是什么 是鬼怪哦 所以主就对门徒说 你们放心 不要怕 是我 是我主耶稣 这里呢 是一个何能令人安慰的一个星系 主一上船 风就停住了 今天无论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遇见怎么样的一个风暴 不要忘记 我们的主耶稣仍然在风浪之上 他依然是主宰 他看见你在风浪中的愁苦 担忧 挣扎 也知道你在恐惧 害怕的当中 但他要在你的风浪当中行走 他要走向你 有时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惊孝 你不知道接下来主耶稣到底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主今天要对你说 说 我的孩子不要怕 放心是我 主为你平息你生命中的风浪 也要成为你生命中的帮助和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 放心 不要怕 是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 愿上帝赐福你